一邊玩遊戲一邊工作這件事情 因為我本身其實蠻喜歡打遊戲的 然後今天其實他們四個人打得其實蠻好的 所以平常是打不好嗎? 沒有我們沒有一起打過遊戲 所以我今天身為一個比較稍微資深一點點的玩家 我是認同他們的打法 你是隊長 他嗎? 他一定沒問題的 對啊 其實我跟大悅有一起打啦 就連線了 有時候會連下 對對對 可是像我剛剛講 就是Call of Duty我其實每代都有買 那他一直都還是很爛 就是我一直沒有辦法就是 像大悅這麼優秀這樣 但是不管我的技術再怎麼差 我還是 他只好出新的我就是會去支持這樣 所以像 我覺得主要是你會享受劇情 他裡面的劇情 對啊因為那個劇情是真的好 所以 其實大悅就是一直都是在遊戲裡面就是那個 帶頭的 就是隊長 對就是隊長 隊長 所以像他剛才講說 他如果小孩子突然 要找他 他馬上 已經是下線了 哇這個團隊直接群龍無首 但如果小孩長大了 他就是電競高手怎麼辦? 培養啊 對不對 另外現在 因為 我的關鍵是可以結束這次 對啊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 看他媽媽總決定 好 對 對 一定吸引一點 對 平常打遊戲會講垃圾的話嗎 一定要講吧 垃圾的話 哇剛才最痛苦就是沒有辦法講 對啊 我剛剛意思都沒講話就是因為我 我說出來的話都不能 不能聽 不能聽 會講什麼字 嗯 嗯 好幹嗎 三個字 三個字 就是 你打得這麼好 六個字 這樣子 成長 喔這是成長 是成長 對 不是這樣責怪嗎 我覺得互虧要 互虧是因為我們這種 男子和團體 我是被虧最慘的 那你可能會被大哥嗎 不敢 千少來 手臂有被虧過嗎 就常常被虧啊 不過我覺得OK 就是 因為我們大家都 比較是那種 真性情的嘛 就是 比較不會 好像 虛情假意 或是 拐彎默小 就是有什麼就想什麼 對 所以 被虧開玩笑 是常有的事情 會走心嗎 因為被大哥 你自己覺得 走心的話我們今天 就不會坐在這裡 不會走心啦 這個大家都說 是垃圾話講 對啊 這個 自己 自己兄弟啊 對啊 一定會亂虧的 真的走心的話 就太小氣了 虧你一下就走心 我們不會 誰玩遊戲是最沒品的 就是輸了以後會賴皮 不只遊戲吧 應該是生活 應該沒有吧 願賭服輸啊 大家都 對 大家都沒有 對 你們賭過最大是什麼 就是 賭過最大的 有什麼 我們有賭什麼 賭過車嗎 輪裸奔 那是什麼 或者是我們自己有 我們自己有什麼 打賭啊 打輸的 就賭輸的 要幹嘛幹嘛 好像沒有 沒有 對不對 這幾天跳過 我們會去賭賭看 喂 賭什麼 我去再賭 好 可不可以好像自己比較多就對了 目前的狀況都還好嗎 對 I'm good I'm good Thanks for asking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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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很好很好 就是 風風雨中會過去 OK的 OK的 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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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IG也有說到 兩個狀況 就 對啊 就少一首歌就少一首歌 因為其實 就是一首歌而已嘛 歌再寫就有了 又不是寫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對 無所謂這樣 而且其實我這張專輯本來就蠻有誠意 它其實就是 本來就已經十二首十三首歌 它並不是說 少了這一首 然後變成八首九首 就是 其實本來這張 我這張專輯它就是 比較多首歌 其實也沒有什麼告一段落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已經告一段落 因為其實這歌我已經 不收了嘛 然後 就沒有說好像要 再去跟大家談 什麼授權那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就是 對啊 所以距離上多了時間 我們都拿來打電動 是是是 是是 沒錯 Cove Duty超好拍的 可是這首歌還是可以唱嗎 還是不能唱 就是我也不想唱 喔 不是狗哥 狗哥的 狗哥的歌 超多的啊 就是根本就 嗯 對不對 對 演唱會歌單 一排就五十幾首 不知道怎麼唱了 因為接下來還有那個小巨蛋兩圈嘛 那歌單的安排 是不是都想好了 你快呢 有就是 有在排了 然後 然後 就是初步的那些雛形啊 輪廓都有出來 然後 現在在細修一些編曲 因為很多歌 比較舊的歌 要重新編曲 讓大家有一個新的感覺 對 然後嘉賓其實也現在都在敲鈴當中這樣 嘉賓不會就在現場 對啊 哈哈 這是真的找不到嘉賓的時候 哈哈 廢拍 就都有廢拍 我們稱不上是嘉賓 我們就跟樂手一樣 基本上都要上台了 就固定班底就對了 對對對 對 還有合體的機會嗎 就是在演唱會上 我覺得就是這個是要看 我們 又現在等於是 我們現在真的是 大家兄弟爬山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音樂 自己在忙的事情 我覺得這要等每一個人 他心目中那一塊 他想要到達的地方 好像已經完成了 他想要休息一下 然後就是 我覺得我們五個人那個頻率 可能是在差不多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可以一起集合起來 寫歌做一些有趣的音樂 對 所以當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標 在往前的時候 我們就很難去把 那個狀態或時間尬在一起 我覺得現在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小冰蛋有機會再合體嗎 人要問你的小冰蛋演唱會 小冰蛋會不會合體 剛剛不是已經講了嗎 就是找不到嘉賓就會合體 那就是應該就是大家了 那就是會合體 對 沒有 我說找不到 什麼都要講我都要壓 他肯定找不到壓 很適合也沒認知 沒有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我已經 從 從 這麼多年來 我在小巨蛋已經表演過超級多次 已經十幾二十次都有了 那 自己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一次是 最特別的一次 然後因為我本來就不是那種 一天到晚好像就可以在小巨蛋 每年都辦演唱會 然後 辦個什麼什麼 五六七八場啊 什麼什麼 沒有其實我就久久在小巨蛋辦一次 然後我也不知道我這一次辦完 我下一次在小巨蛋辦 是什麼時候 對 所以我在想說就是 我也不知道 未來是怎麼樣 所以搞不好他這一次 就是一個 我個人在小巨蛋一個 最後的一次也 就是大的 做唱這樣也不一定 對 所以我沒有要 沒有要 好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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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 有感而發 在想這個狀態 我現在鎖定大巨蛋了嗎 蛤 大巨蛋 我以後不唱小巨蛋 要唱大巨蛋 不玩小的玩大 大巨蛋開了對不對 就是 這是最後一次 結果 還沒想那麼多 對 還沒想那麼多 我想問一下你 你 婚宴時間有去 我婚宴什麼時候 就是 那婚底啦 不辦婚禮 喔喔喔喔 還沒還沒 你不已經差不多辦完了吧 蛤 沒有沒有 沒有 你問錯了 狗哥你有去參加 瘦子禮跟婚禮 沒有啦 繼續笑 好啦反正就是 還沒啦 為什麼 為什麼感覺有點 不太能講 我沒有啊 我就是故意演一下而已啊 喔喔喔 有計畫 要在哪嗎 可以讓我們先 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因為今年真的都在 工作嘛 所以也沒有時間去想這些 但是早晚也要處理啦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不要先跟好兄弟 收點紅包錢 因為大家都很忙 不會啦 就是 他不求 對啊 就不是辦婚禮來炸兄弟 對不對 不需要 所以不包嗎 你不用包啦 蛤 不用包 我們所謂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嗎 他說要辦人 考慮一下啦 會啦會啦 會吧 請教 喔問他 問他 問他 不只最近 已經感激剛結束嘛 今天也是播最後一集很成 對嗎 是今天播嗎 今天是播什麼生菜 喔 對 然後你的問題是 生團了嗎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不 不方便 對對對 我不能講 網路上有人是那個嗎 有網路上有一些傳言 那你去 那你看網路上就好了 我不能說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對對 我什麼都不知道 真的 那你有看見證到那個嗎 他有覺得就是求婚的 有 有 為什麼要這麼做 有啊有有 剛才有什麼樣的感情 怎麼好像說 我 對啊我也不知道那個 到底會不會 網路傳言 有這個條斷 網路傳言 網路傳言 上是有啦 對啊 明天就知道了嘛 對明天就知道 我問一點 你們能夠說的好了嗎 好不好 我能說的事也不多 就電環的相關啊 好 那代言費大概多少 你五個人很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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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幾位數 應該千萬了吧 沒有千萬怎麼找到你們五個啊 沒有 沒有那麼厲害 我還沒領到 我也不曉 因為我們工作的時候 公司叫我們幹嘛就幹嘛 千萬是不是 所以我們不曉得 因為他不歸他們 這個不歸他們 我剛剛侯姐說肯定要千萬 那是她說的 沒關係 就這麼寫了 那是她說的 喔 喔耶 超好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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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